嗨,我们英语新闻报的观众朋友跟APP直播 好看啪啪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记得TonyChair目前的位置是在我们南投的三菱西 说真的三菱西在冬季的时候有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来嗓樱花 有没有感受得到整个三菱西的樱花真的好漂亮好密集 有没有感受得到这个就是三菱西的樱花 然后来到三菱西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门票 来这里让我们大家看一下全票的话每人是350 65岁以上是200 如果学生的话每人是300 这个是三菱西的门票 再来在三菱西呢它有游园车 游园车呢它是免费的咯 来那我们看游园车呢它怎么让你坐的呢 来请看一下再看这个图 我们目前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位置 甘草谷啊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游园车呢它是从旅客服务中心让你坐 那坐呢最后一站就是这个松龙部落 刚才泰逊老师呢也有坐游园车啦 通常呢来到三菱西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建议 就是说你第一班呢第一梯子你先坐游园车上去 到松龙部落如果呢你条件好的话呢 耐走的话呢那你可以再走 这边呢有这个天地盐 有那个千古红块 然后的话呢松龙部落那边也可以用餐嘛 那可以再走下来 这个是三菱西的游园车 另外呢三菱西呢它有用餐的问题 对不对他用餐的话呢大概平均一个人大概三百元 哪边可以用餐呢松龙部落可以用餐 然后呢这个地方旅客服务中心主题会馆也可以用餐 大概平均一个人是台币三百元 那当然呢来到三菱西呢感觉呢如果没有太阳的话 它是会有一点冷的感觉像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三点半 那记者Tony Chen呢我只穿了两件 我有一件羽绒衣在车上就觉得有一点冷了 这个呢是Toshio老师特别订领大家的来看一下 哇这样子美的这一个櫻花 哇真的赏樱花不必到Japan 我们呢南投的三菱西真的就美如人间仙境 然后我们进来再看看一下 下面呢这个小河流哇 然后倒映着我们的樱花 真的是不是非常的美丽对不对 哇谢谢大家再慢慢的看一下 我们镜头慢慢的慢慢的给大家看 哇这个就是呢我们呢在春节期间呢 来到我们三菱西 Toshio老师陪着大家嗓音的过程 谢谢咯我们英语新闻报 跟UP直播好看啪啪啪走节目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